好 那麼我們剛才就是提到 節目開始的時候提到了 就是關於這個商家老闆把這個死魚死蝦賣個顧客 然後把這個過期的食品一定要讓這個餐廳的員工吃 到底這種情況應該去哪裡投訴呢 我們美國生活情報局的小編吉祥在這裡做了一些調查 然後他有答案告訴大家 吉祥您好 對 利亞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的 這個問題我其實在我們利亞講之前 我們在我們內部的群裡也看到了 當時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非常氣憤 因為這個作為一個老牌的餐廳 既然這麼對待自己的員工和顧客的話 真的是一個不能忍受的行為 所以說如果說無論他是顧客還是員工 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最簡單的一個辦法就是說 每家餐廳的門口都有一個評級 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說有ABC這種評級 這個評級下面就有一個就叫舉報電話 如果說您覺得這個餐廳這裡有問題 食物有問題您就可以來撥打這個舉報電話 我這裡也可以講一下這個舉報電話是 應該是888-700-9995 888-700-9995 但如果記不住的話不要緊沒關係 您就看每家餐廳都會有一個評級 當然這個是洛杉磯縣 當然這個餐廳如果在帕特地納啊 在Long Beach啊或者在有一個叫Wordern的地方 他們是有自己的衛生部門的 所以說要找到當地的 但如果說比如說是在我們呢 比如說阿漢伯啊 什麼St Gabriel啊 Rosami啊 包括什麼羅蘭崗海鮮的這些地方的話呢 你就可以來撥打洛杉磯縣 這個叫做公共衛生部門的舉報電話 除了打電話之外 你可能覺得我可能英文不夠好 可能講不清楚怎麼辦呢 你也可以上網上Google啊 來搜索這個叫LA County Public Health 然後呢你就搜索這個叫complaint C-O-M-P-L-A-I-N-T 就是說我一個這個 對我要投訴 然後呢它會有一個網站 類出來讓你來選擇你要投訴的這個地方 到底是什麼地方 比如說是它食物不好啊 是有這個其他的問題啊 您都可以來投訴 我覺得這個作為一個投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因為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老闆說實話 太無聊了 對 想在一個 尤其是我們華人想在美國立足的話 一個誠信 一個品質的話 都是要保證的 這個不但是說不給自己的員工保證 這個最基本的食品安全 既然還要賣給顧客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絕對不能忍的 那我想問一下啊 需不需要就是拍照 對不起 拍照片呢 來保證一些證據啊 當然如果說它是這個餐廳的員工的話呢 如果能隱藏的拍一下這些 比如說死魚爛蝦什麼臭螃蟹這些 能拍下來是最好的 但是我相信如果說您撥打這個 inspection這個電話就讓它重新來檢查的話 它會抽時間不定時的來檢查 對 突然來 所以說你還是可以的 因為你拍下來的話也可能比如說 你要實名舉報 你實名舉報的話可能有些人會擔心自己 比如說身份問題啊 擔心自己的什麼人事安全啊 包括比如說跟老闆的關係可能搞得不好啊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你能夠來拍下來的話 當然這個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但是如果說實在是沒辦法的話 我相信這些我們縣的那些 就是執法部門呢 還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大家都看到 而且這個嚴重的話呢 大家看到我們有ABC這個瓶級 如果你到不了C級的話呢 你就這個餐廳要關門整頓 即使說你到了C級 說實話 C都不要去了是吧 對 餐廳呢 您這個一般顧客看到C級的話都會避而遠之 所以說提醒一下我們這個舉報的 提問題的一個朋友 我覺得您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行為 也要提醒我們廣大華人的商家 做生意一定要以誠信為本 是 當然說到這兒 也是提醒有些可能也會出現一些 就是報復商家的情況 就是說商家可能他並沒有做出這麼無良的事情 但是可能得罪了一些員工 或者得罪了一些顧客呢 就有心去報復一下的 但是呢 舉報這個事情是一件好事 先像吉祥說的 這個衛生局它是不定時的突然襲擊檢查 我覺得這是比較公平的 因為你如果要報復一個本身乾淨的商家 你不可能天天都把臭雲爛下擺在那兒 等著那個衛生局來突擊嘛 對不對 是的 這個就是說深正 深正不怕影子鞋 對啦 只要說我們誠信經營 你隨時按十小時任何一分鐘來檢查 我都不怕 好的 謝謝吉祥 謝謝你的回答 好 謝謝利亞